新聞全程話帶您看世界 我是黃明明 美國眾議院針對去年 國會大廈暴動事件的聽證會 今天內容相當勁爆 前副總統潘思的幕僚指出 當時的川普總統不斷向潘思施加 壓力 要求他推翻選舉 結果 激動的群眾衝進國會 打算要對潘思不利 逼得副總統躲在停車場避難 美國眾院對去年一月六號 國會暴動案的聽證調查 暴露更多驚人內幕 就在群眾湧入國會山中後 安全備受威脅的前副總統潘思 被迫採取緊急措施 特別委員會的調查發現 川普此時同時推文 批評潘思沒膽去做該做的事 我們的研究組根本出現 幕僚作證表示 川普根本在火上浇油 当越来越多群众在国会大楼流窜 两分钟后来到潘斯办公室楼下时 安全人员决定再度将他撤到一处地下停车场避难 当时潘斯在那里停留长达四个多小时的画面 也首度曝光 而一位目击证人接受FBI调查时指出 激进右派团体骄傲男孩表示 如果他们在当时逮住潘斯的话 就会杀了他 川普及其支持者之所以对潘斯如此不满 全是因为兼任参议院议长的潘斯 拒绝川普要求 在对拜登当选总统进行认证程序时予以推翻 幕僚指出 潘斯曾多次明确向川普表达立场从未动摇 目前众院特别委员会 已经针对国会暴动案进行三次听证 焦点都在川普企图以非法途径推翻败选结果 而川普则称这项调查是政治猎物 否认有任何步伐 公式新闻在惠美别印 美国联准会升息三马 引发外界对经济衰退的疑虑 美股道琼指数十六号暴跌七百四十一点 是最近一年半以来首度跌破三万点大关 台北股市今天也开低走低 中场下跌一百九十七点 盘面上一片绿油油 受到美股重挫的影响 台北股市以小跌四十四点四五点 开出后跌势扩大 指数一路走低 五盘一度大跌 欲两百六十点 指数一度下探 一万五千五百七十三点 三八点 创十三个月新低 在全职股领军下沙 电子股金融传产走势都呈现皮弱 尾盘台积电跌幅收敛 生计观光等类股逆势上扬下 中场仍跌一百九十七点三五点 收在一万五千六百四十一点二六点 成交金额三千零七十八点七七亿元 累计本周台股已经下跌八百一十八点八六点 跌幅百分之四点九七 加权指数本周下跌了八百一十八点 那接近五个percent又再创 今年以来的一个新低 认为目前两大利空 包括刚刚提到的高通膨 还有这个加速升息 短时间很难扭转这个趋势 所以中长线加权指数 可能还是维持一个空头的格局 事实上美国在十五号宣布 一九九四年以来最大升起幅度后 投资人又开始担心经济前景 十六日美股倒穷收盘跌七百四十一点 标普五百指数重挫百分之三点二五 纳斯达克收盘也狂跌百分之四点零八 至于亚洲主要市场则是涨跌互见 日本股市周五走跌收盘时 日经二二五指数下滑四百六十八点二零点 而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开盘五分钟 集错百分之二点二 在买盘承接下中场小涨四点零三点 分析师表示台股或全球股市 股市都受到美元转强美债利率飙高的影响 从今年一月到六月都还没有止跌 由于全球不少央行陆续升息 中国人行却率先降息 反而会成为市场一个多方指标 在美股破底 露股创高下 资金可能会重返亚洲市场 接下来台股将有机会打底向上反攻 记者我有张国梁特别报道 印度最近推出新的募兵计划 宣称是为了让军队年轻化 并且减少人事支出 但是因为多数人的合约只签四年 许多年轻人觉得根本就没有保障 他们十六号在不同地点集结抗议 封锁铁公路 甚至向列车纵火 场面相当混乱 列车被大火烧到焦黑 铁轨也冒出浓烟 数千名年轻人十六号走上 印度东北部比哈尔邦街头 堆放杂物 封锁铁公路 还向汽车跟列车车厢纵火 他们愤怒不满 原因是政府最近改变募兵制度 将致愿役服役年限缩短到只有四年 莫迪政府这周稍早前宣布全面改革募兵制 让军队年轻化减少退休金支出 新智招募十七岁半到二十一岁的男性 和女性 多数人合约只有千四年 仅百分之二十五的人能延长合约 四年退伍后只能获得一百二十万 卢比约台币四十五万元的一次性金额 对许多想从军的年轻人来说 无疑是让他们铁饭碗梦碎 除了比哈尔邦 北部的哈里亚纳邦 西部的拉贾斯坦邦也出现暴力冲突 这几个地区都是传统募兵的地区 印度先前制度最低位阶的士兵服役可达十七年 退伍后还有退休金吸引不少穷困和高失业率地区的年轻人 部分退役军官就认为 新智恐怕造成反效果 政府要减少民怨 至少要将服役年限提高到七年 并允许五成的人可以继续服役 公事新闻 孙万林编译 欧洲地区今年的热浪来得特别早又凶猛 法国西班牙都出现了四十度以上的高温 连小鸟都被烤死掉在马路上 而美国中西部的体感温度也高达四十三度 影响超过一亿人 也让用电量严重吃紧 美国从墨西哥湾区到五大湖区 这个星期饱受破纪录的热浪侵袭 以德州休斯顿为例 往年这个时期的最高温 大约是摄氏三十二度左右 十六号却是来到的三十七点二度 预计十九号还将飙升到三十八点三度 又热又闷 湿度又高的气候形态用电需求阶级高升 两度冲破新高纪录 西欧地区的热浪威力更是惊人 往年七八月酷暑才会出现的高温 今年六月中就报到 而且还支冲历史高温记录 英格兰东南部十七号气温来到摄氏三十四度 法国地区的温度分布图则是红通通的一大片 都是危险等级的四十度以上高温 位在西班牙东北部的加泰隆尼亚 十六号出现四三点一度破纪录的气温 首都马德里街头近来更是经常出现 被太阳烤死的雏鸟尸体 气象单位预估法国的高温十八号将会达到巅峰 然后是德国 西班牙波兰与奥地利未来几天也脱离不了炎热的天气形态 就连位在欧洲东部的乌克兰俄罗斯 下个星期也将尝到高温的滋味 位在南亚的印度 今年三月就遭遇百余年高温侵袭 四月好几个地区仍持续饱受历史高温的煎熬 人口最多的百方邦连日四十度以上的高温 使得前往医院求诊的脱水患者数量大增 医生警告老年人孕妇以及儿童 切勿没有预防措施 直接曝晒在炙热的阳光下 公事新闻网后人编译 可能也是因为气候变迁 科学家最新研究发现 格陵兰东南部有一群北极熊 为了应付全球暖化 导致海冰缩小 他们就利用冰川掉进海里头的淡水浮冰 在上面觅食 科学家也发现 这些北极熊的体型比较小 基因跟其他的北极熊不太一样 空拍画面显示 北极熊在格陵兰东南部 大片浮冰上尽情奔跑 研究人员发现 生活在这里的数百只北极熊 懂得利用冰川前沿的淡水浮冰 作为觅食狩猎的跳板 研究人员表示 这些淡水浮冰表面凹凸不平 跟海冰不太一样 这群北极熊显然找到了新的冰山绿洲 因为当地海冰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 夏天时面积缩小 导致北极熊失去猎场 生存饱受威胁 因此这群北极熊转而利用淡水浮冰 可能也是顺应自然的结果 而科学家发现 这群北极熊的体型比较小 一般母熊体重约199到255公斤 这里的母熊只有185公斤 它们的幼熊数量也比较少 从基因研究来看 则与格林兰其他地区的北极熊不同 属于特殊的亚种群 科学家指出 虽然这群基因有显著差异的北极熊 幸运找到新的生存之道 但整体而言 受到全球暖化 海滨消融的冲击 北极熊的数量锐减 正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 公示新闻曾惠民便译 现在把镜头转到乌克兰 包括了德国 法国 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等四国领导人 昨天造访基辅 当面向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表达力挺加入欧盟 乌克兰方面则希望欧美国家 对俄罗斯祭出更严厉的制裁 并且提供更多的武器援助 不过克里姆林宫也跑来凑热闹 建议这几位领导人 应该要鼓励泽伦斯基认清现实 代表欧洲三个最大经济体的 德国总理萧茲 法国总统马克宏 意大利总理德拉吉 协同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 搭夜班火车 在空袭警报声中抵达基辅 他们先造访惨遭战争 逃离的叶尔平 见到被打得稀巴烂的建筑与汽车 这些领导人表态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表示 希望获得更多武器支援 对俄罗斯祭出更严厉的制裁 尽管基辅当局之前曾经批评盟国 在这两方面表现拖拖拉拉 克里姆林公对于领导人们的乌克兰之行 建议不要只讨论武器问题 就在这些领导人造访之际 正发生俄罗斯天然气公司 以养护设备为由 减攻运往德国的天然气 柏林当局认为这是政治操作 此外随着战争造成经济成本 与物价上涨的冲击 欧盟领导人们不断试图取得 国内舆论的平衡 公司新闻黄美玲编译 美日两国合办的太平洋 两期领导人研讨会 台湾军方以观察员身份与会 观摩现场的国防装备展示 而在另一方面 中国第三艘航空母舰 福建舰也举行了下水仪式 再度显示中国海军正在积极 扩张军事实力 有美国跟日本合办 并且首度在日本举行的太平洋 两期领导人研讨会 PASS 有来自日美南韩 菲律宾等十八国军方领袖参与 十六号更参访了自卫队 横须鹤基地 PASS最早是由美国二零五年发起 现在与日本合办 展现出美国的政策 逐步转往对抗中国的影响力 这一次台湾也以观察员的身份获邀与会 由海军一五一舰队长张士行少将等四人代表 张士行也被媒体拍摄到穿着西装 跟美军人员交谈并且对日本独有的十二式反舰飞弹 相当有兴趣 学者分析以往军方交流都相当低调 而这一次公开受邀前往自卫队基地 对台美日防务合作相当正面 苏子昀认为虽然今年没有受邀环泰军演 不过依照目前美台军事交流的态度 未来参与机会是乐观的 对应西方国家联合军演 中国军事动作也不断 17号第三艘的自制航空母舰福建舰 也举行了下水仪式 福建舰是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 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 福建舰使用平面甲板 未来将搭载研制中的歼35战机 其中最受瞩目的是采用电磁弹射 这是美军福特级航母才有的配备 而福建舰正式下水 显示中国海军正积极扩张自己的军事实力 预计最快二零二四年形成战力 记者韩姻张子佳台北报导 今天的头条新闻 我们报导在美国众议院 针对去年国会大厦暴动事件的听证会上 前副总统潘斯的幕僚表示 当时的川普总统 一再对潘斯施压 要求他协助推翻大选结果 连续几场听证会的内容 是否对川普非常的不利 他还有机会参选下一届总统吗 现在请严正成老师为我们做及时讲评 我觉得即使今天这个听证会 包括这个有关潘斯 被川普不断的施压 这些镜头也好 这些资讯慢慢披露出来 按照道理来讲 应该是对川普比较不利 因为不管他有没有犯下 所谓的这个煽动叛乱罪 但至少他有一个妨碍国会运作的 这样的一个罪名 至少他应该要承担这样的一个后果责任 但是我们也看到美国的民众 大概对川普的信任度 特别是共和党 还有就是他的始终者 那还是非常的高 而且看得出来 在过去这几个礼拜 美国只要有初选的州 他所支持的这些候选人 大部分还是当选 那就以上个礼拜 就这个看到的乔治亚州 一个非常保守的这个众议员 从来也没有批判过川普 只有在上一次最后发生的 1月6号这件事情之后 他决定投下支持 要去弹劾川普的票 结果就被川普锁定 那找了他的这个 对找了他的这个支持者 在这个初选当中 就把这位众议员给拉下来了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川普大概也不在意这一些 这个到底他们会不会影响到他的选情 他如果要出来 绝对是可以支持 但是会不会因为法律 让他不能够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他必须要做的 但是如果说在初选 在这个2024年之前 还没有办法进入程序的话 他搞不好一定要选 因为选完以后 他当选的话 再任他就不会被这个司法程序所所干扰 谢谢严老师的即时快评 其实在川普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 美中关系就急转直下 拜登上任之后依然紧张 台湾关系是当中一个重要因素 而美国驻中国大使伯仁斯就表示 美中关系处在五十年以来的新低点 但是美国会持续要求北京遵守和平处理 两岸关系的承诺 近期美中关系紧张 上任三个多月的美国驻中大使伯恩斯 更形容已经陷入1972年 美国前总统尼克森 放中以来的最低谷 批评中国在太多地方都太具侵略性 而中国升级对台言论 侵扰台湾周边海空区域 也让美方倍感关切 正积极跟中国交涉 美中近来多次因为台湾议题 针锋相对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13号才跟中国代表杨洁篪 再次会谈 16号苏利文被问到 美国会不会捍卫台湾等议题 他强调美国对台的政策 根本目标都是在追求 需要抉择保卫与否的那天 不会到来 美国立足中国清台 四月才访台的参议院外委会主席 梅南德兹以及参议员格瑞姆 16号提出台湾政策法案 力挺台湾 其中包括美国对台提供数十亿美元的 安全援助并且将台湾列为主要 非北约盟友地位 这将是1979年台湾关系法 推出以来 美国对台政策最全面的修订 是美国国会近年来 深具代表性的旗舰性的挺台法案 这也彰显出美国国会跨党派 对台湾的高度共识跟坚定的支持 外交部表达高度的欢迎 跟诚挚的感谢 外交部表示将持续关注这项法案的 后续立法进展并且跟美国国会友人 还有行政部门保持密切合作与联系 稳健深化台美关系 促进台海安全以及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 记者韩英章子佳整理报道 您知道吗 每年都有高达八百八十万吨塑胶垃圾 流入海洋 各国科学家想尽办法 要从源头拦截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荷兰和澳洲的最新发现 海洋垃圾污染是现今重要的环境议题 据估计每年有高达八百八十万吨塑胶垃圾 流入海洋 其中约有三百万吨是透过河流流入 因此有科学家呼吁 因从源头就阻止塑胶流入海洋 这有荷兰环保科技公司 开发电动机器垃圾沙 专门收集水上垃圾 画面上看到的这只垃圾沙体型轻巧 长度大约一百五十七公分 但一次最多可捕食一百六十公升垃圾 将压缩空气打入水底的管线 气体从管线上数千个小洞喷出 就在水面上形成了一道气泡墙 这套安装在荷兰维斯特多克运河上的大气泡屏障 由荷兰政府与当地新创企业合作 证实有效拦截80%漂浮物 不过有专家认为 这些创新只是治标不治本 真正的解法是减少塑胶 另外澳洲坤士兰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 大麦虫的幼虫能分解塑胶 研究者表示 他们喂食幼虫三个礼拜的保利龙 发现幼虫存活的很好 经过深入研究 发现大麦虫的肠道 有好几种酵素 能分解剧本乙烯 未来团队将努力找出 最能有效分解塑胶的酵素 在大量制造 渴望成为环保救星 公式新闻网雅方编译 以上就是今天的公式新闻 全球化 我是黄明明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一晚间六点半再会